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预计于2018年第三季通车 特首林郑月娥昨日表示 政府决定于本月25日立法会会议上提出无约束力议案 争取议员支持一地两检方案 立法会就政府议案作讨论后 政府便启动一地两检三步走 预料人大常委会在12月会议上对方案予以批准及确认 政府明年展开本地立法工作 争取在2018立法年度内完成 林郑指出 过去两个月 无论任何机构调查都显示 有过半市民支持一两地检方案 她表示 市民亦不担心在西九站设一地两检 会破坏一国两制及基本法 市民都好期盼高铁早日开通 对政府的做法 从来反对一地两检的反对派议员 案 惯例 跳出来反对 说什么议案只会令 对立声温 无助改善撕裂 政府 大石窄死蟹 黑箱作业 快刀斩乱麻 云云 反对派可谓神鬼同体 或若 神是他 鬼又是他 总而言之 唯有他们才是代表真理 才是代表民意 事实上 在高铁 一地两检 问题上 反对派一直是 撕裂 制造者 他们试图制造危言耸听的预言 透过街站派传单 搞签名 制造所谓民意反 一地两检 假象 然而 西部通道 一地两检 的成功 让他们的预言 变成方言 不管反对派如何将方言包装成 预言 多项民调结果说明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因为超过半数受访者支持高铁 一地两检 近日国庆黄金周内地大塞车新闻 正好说明高铁 一地两检 的存在价值 面对正面的民意 反对派的 撕裂 算盘打不响 由切法将 撕裂 责任往政府身上推 反对派还是多做一些对民生有益的事 勿再拖香港后腿了 因为真正反 一地两检 的仅是别有用心的小数政客而议 普通市民需要的